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1日 但隨即只有半日市 看到今年年底市場算是黃 恆生指數衝到27,000點以上 如果大家記得我過去幾個星期 跟大家說周線圖、月線圖都還記得 26,800位置站穩的話 後市其實是有權望到30,000點 所以下年第一季 看看可不可以這麼快 不過也要看板塊 新經濟平台股份 真的不是每一隻做得好 例如阿里巴巴、騰訊那些 失了位轉弱反彈 但未有好勢頭 美團叫中盛一點 始終是小米最強 另外汽車、來需股 當然都可以受控 所以在下星期回來的時候 再給大家提示 短線多謝大家 東風489 有權追落後5倍PE 相距在同業20多 甚至40多倍PE 大落後 而且銷售 已經達到全年目標 亦都是剛剛準備破頂的一隻 強勢股份 大家要留意 你imientos 一定會帮我 onda zept 基本動 product 天